白菜炖豆腐怎么做才好吃 原来诀窍在这里 今天教你一招 上桌连汤汁都不剩 首先把大白菜一片一片的这样掰下来 把白菜帮和白菜叶子分开 然后再把白菜帮这样斜刀切成片 把白菜叶子用手撕成小片 用手撕的白菜叶子形状不规则 这样炒的时候会更加的入味好吃 接着把豆腐切成薄片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教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准备一块五花肉切成薄片 准备一把红素粉条 用开水泡软 泡软后冲洗干净放入盆中 加少许的老抽搅拌均匀 加老抽不仅能让粉条增色 而且还能让粉条更加的入味好吃 再加一勺食用油搅拌均匀 这样粉条不会粘连在一起 搅拌均匀放旁边备用 我老婆爱了想吃面条 今天就再给大家分享一个面条 非常好吃的做法 面条下锅煮熟后 老抽放入碗中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两勺上海葱油 拌匀之后再撒上一点葱花和白芝麻 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又非常的好吃 真的太香了 好了起锅烧油下入豆腐 把豆腐煎至两面金黄 然后出锅备用 再起锅烧油下入五花肉煸炒 把五花肉煸炒出油 这样吃起来不腻还特别的香 放入葱姜干辣椒和八角 接着大火翻炒 炒香后开始调味 加入一勺生抽 这样五花肉会更加的肉味又好吃 翻炒片刻放入白菜帮 接着大火翻炒 把白菜帮炒软 然后放入白菜叶子 把白菜叶子炒软之后 放入煎好的豆腐 把粉条也放进去 翻炒均匀开始调味 加入适量的食盐和食酸香 再加一勺蚝油 翻炒均匀之后 再加入开水冒过食材 煮开后盖上盖子 中火炖五分钟左右 好了炖好了打开看一下 哇真的太香了 一锅热气腾腾的白菜炖豆腐就做好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做法简单又非常的好吃 学会了家人都会跨你是大厨 再搭配上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 真的太好吃一家馋了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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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